哇 真的好小喔 行きましょう 這非常在地 而且很有這種昭和風情的感覺 大雷閃電 大家好 我是馬之一 那我現在已經來到了小昌城了 小昌城這邊的交通地理位置 你可以坐到西小昌這一站 然後從地鐵出來不行 約8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 那如果你這一天的行程 早上還可以安排一個門司港 從門司港那邊玩完之後 下午再來這個小昌城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旅遊計畫 讓行程才會比較稍微豐富一點 最後這個就是小昌城的天首歌 小昌城是1602年 由西川中型號17年所打造出來的一個城堡 過去作為九州防守關門海峽重要的一個據點 小昌城的天首歌是使用日式罕見的唐造式建築 四樓跟五樓之間沒有玄條 所以五樓的屋頂會明顯的比四樓還要更加的突出 在1837年的時候當時小昌城就發生了一場大火 兩年之後就重建了這個城堡 但是當時的天首歌就沒有重建了 大家看完天首歌可以注意一下他的這個石原堆切 他這些石原全部都是用一種特別的堆切方式 所有的石原全部都沒有經過切割 都是原本這種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形狀 然後堆切而成的一個城堡 所以相當的特別 據說這些石原呢 過往就是從北九州的竹立山那邊運過來的 小昌城自古以來作為陸海交通要衝的地區 面向著關門海峽 因此歷史上曾多次成為豪族們爭奪的目標 小昌城建立後 西串中心大力發展成下定 當地的經濟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通過制定保護政策鼓勵商人和公交們勤勉工作 積極進行對外貿易 最終發展成為一座繁榮的商業城市 在江湖時代末期 小昌城成為熊本番與長州番作戰的前線據點 在1866年成為第二次長州征討的前線基地 但在撤退時 小昌番放火燒毀了這座城郭 因此建築遭到了巨大的破壞 直到1959年時天首歌才再次重建 恢復了昔日的風貌 他這個天首裡面呢 比較主動的是這種 互動型的娛樂方式 像我在我後面這邊就有一個 當時小昌城天首裡面的軍事會議 這裡還有一個流敵馬的體驗 以前這武士他們傳統的一種武藝 騎著這個馬拉著弓要射尖的這樣子 這邊有兩匹馬可以做體驗 但是我拿著弓箭我就不能拿相機了 下次如果有兩個人的話再一起來體驗 因為我剛看很多人在那邊玩 那種馬是很晃動 就沒有想像中的非常的簡單 以前在江戶時代有一個名詞 攀琴膠帶 各地的藩主跟大明在每一年特定的時間 都要通往到江戶 但是這個路途遙遠了 所以他們都要坐一種車 就是我後面的這個下樓 以前這個都是大明在坐 所以它的裝飾非常的華麗 我們來坐坐看 怎麼那麼小 好小喔 比以前的那種馬車還要小 它這邊還有這個窗戶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哇真的好小喔 我覺得有一種可能 以前日本人他們也不高 可能一百六十幾公分 大概坐這差不多 但我覺得也不舒服 以前大明為什麼會坐這個呢 現在可以讓你體驗看看 就是當時搬這個十元 從北九州築立山那邊搬過來 是多麼的重 我來搬搬看 不會很重 代不清 以前就是這樣子兩個人 有沒有後面有一個人 行きましょう 全日本天守高度排名 最高是41.5公尺 大阪城 凝孤城 島園城 熊本 然後紀錄小昌 這是緊張熊燕畫的漫畫 Bagabondo 它是在講錯這個工本武藏 當時時代局的一個漫畫 這有五個卷軸 我們來開開個火之卷好了 這是工本武藏 它自己創造的劍術的奧義 總共分為五種地水火風空 那我從天守已經走下來了 總共五層樓到最高樓五樓那邊是展望台 但是我覺得 他們展望台比較可惜 不過我想想也是因為他們天守格建造的關係 所以他就比較著重於在這種互動體驗的地方 這一點我覺得還不錯 比起像有些這種日本的名稱裡面有時候太多的歷史 然後有些又沒有中文的話 遊客來看 真的會日文也未必會懂的一些歷史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這種互動體驗 我覺得可以跟這種遊客有拉近距離的樣貌 我忘記跟大家說一下這邊的營業時間 它營業時間可以營業到滿晚的 大概7點左右 一般日本的這種乘鍋 它大概到5點的話 這首歌就禁止開放 民眾再進去了 這邊以前就是大手門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拆除了 變成一個遺跡了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這邊拍照 從這邊拍過去真的還蠻好看的 蠻漂亮的 小昌城的旁邊還有一個非常巨大的鳥居 這個是八板神社 其實這個鳥居後面還有一個木造鳥居 總共有石造跟木造的 我們進去稍微看一下 從小昌城通往到八板神社的道路上 眼前展現著一座石鳥居 這座鳥居 矗立在道路的起點 為前往神社的參拜者指引方向 小昌的八板神社是由城主西川中心 在1617年作為地區的總守護神而建造 每年夏天 有著400年歷史的小昌奇緣祭 也在這邊舉行 被譽為小昌的奇緣 也被稱為全國三大奇緣之一 許多人都會前來八板神社參拜 無論是日本的初職、753、婚禮等傳統活動 都經常在這邊舉辦 現今神社以保佑身體健康 愛情順利、辟邪等神機而聞名 這裡還有一個廣場 當我看到一個蠻有趣的告示牌 他說如果你穿這種特工服 或是有刺繡的衣服 造成這邊客人不安 他就拒絕你進入第二個店裡 這個特工服跟刺繡服很明顯 就是在說以前這種 日本暴走族他們會穿的這種衣服 再往前面走呢 就會到JR小昌站 我覺得九州的街道就是很寬大、很寬廣 讓人走起來的那種感覺蠻舒服的 它沒有什麼太多的這種小巷弄 就算有一個巷弄 它也是非常寬廣的路面 現在我來到小昌當地的一間市場 叫做站過市場 這個市場我之前就一直很想啦 不過今天我看到營業時間呢 是到五點半左右 現在還有一點的時間 也許還有一些店還在營業 我們就進去看看 一進來就聞到一股 花香 這個蛋過市場 就是九州當地的一個魚市場 這非常在地 而且很有這種昭和風情的感覺 有賣很多這種日本的小東西 甜不辣 像這種日本的魚市場 在處理一些這種 不管是魚啊或是肉啊 就是讓你沒有很明顯 會聞到一些腥味這種感覺 整體起來這個菜市場裡面 還是算蠻乾淨的 雖然他們現在已經準備要下班了 那什麼都有賣 譬如說水果啊 蔬菜啊 或者是這種醃製物的店都有 這邊是他們募金的資料 他說之前4月19號的時候呢 當時這邊有發生一個大火災啊 所以這裡商店街很多的商店呢 他們的一些東西都被燒毀了 大火災啊 這菜市場真的不簡單啊 我剛看到還有創業100年的店都有 如果大家有來小昌這邊呢 想體驗一下日本傳統市場 可以進去稍微逛一下 從蛋過市場走出來之後呢 後面還有一個魚丁影天街 這個魚丁影天街也是歷史優求 在過去小商城城下丁發展的時候呢 這邊在過去就是一個魚丁了 於是這個商店街呢 就把這個名字沿用到至今了 現在已經變成當地冷逛街的一條街區了 魚丁影天街 有一間拉麵店 這裡感覺那種賣韓鮮的一些 飲食店蠻多的 有一間復古吃茶店 感覺是走一種法國這種風格的感覺 我進來吃這一間拉 休息一下 我現在來到小昌車站的附近 這邊晚上開始熱鬧起來 旁邊有很多的一些居酒屋的店 還有日式料理 這是小昌中央商店街 有一張好大的地圖 其實景點還蠻多的 小昌線廳的以及小昌城 在我後面這個地方就是小昌車站 它是一個蠻大的車站 從這邊也可以做清幹線 在我後面的地方有了 就是在車站 穿載的地方有很多 減載的地方有很多 在車站 我覺得小昌鮮的地方有很多 在車站 像是在兵車站 今天 我們會在車站 碧車站 空間縮車站 哇,佛多下大雨 大雷閃電啊 大雷閃電啊 怎麼這麼可怕啊 剛剛在坐星岸線從小艘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車窗外面都是雨 竟然下了這麼大的雨 廣場有辦一些小攤販 不知道在賣什麼東西 好像是賣一些手作的養食啊 和果子啊 或者是一些鮮魚乾果之類的東西 超級多大碗 超級多大碗 皮膚科學校 尿AndaOK 有花枝像有花枝像 我精子像也有有花枝像 會有兩隻瓶的